真的不行 小姐 你一起回报 好不好 不然您帮我跟他汇报一下 这 我真的 我跟沈放可熟了 真的 那也不可 怎么了 真的不可 沈放 刚才都说了我是你朋友 那个门位硬是不让我进去 他们有他们的职责 再说了 保密集随便进出 那不乱了套了 怎么会乱套呢 我就是想约你喝个咖啡啊 跟我一个当兵的喝咖啡 不觉得闷吗 我 不觉得啊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当兵的 那也得看我那个当兵的 有没有空 下雨了 赶快回家 沈放 真不行 我们有规定 你怎么没空 你就故意的 我都约你三次了 沈放 你别走啊 我拜托你 你让我进 我再跟他说两句 我就跟他 沈放 我 我 我拿说 进去说两句 小姐 你别没拿 小芒 罗处长 罗叔叔 约沈放 但他每次都说自己没空 没事 叔叔给他放假 让他约你 真 真 真的啊 那您 您不能食言哦 但你得答应我回家等 小姑娘在保密局门口 不好看 那 那我走了 叔叔再见 把车开进来 是 刘兄 我看顾小萌找你 来了有几次了 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 主动往你身上贴 怎么还躲呀 这不像你呀 这要搁以前 我自然是来者不拒 但毕竟现在 我也是有家事的人 所以 结婚怎么了 银行家的女儿 跟她走得近点 没坏处 说不定以后用得着 那罗兄的意思 你自己看着办 你自己看 沈放本就想搞清楚 罗立忠跟顾志伟之间 都有什么交易 疏远顾小萌 只不过是做样子 给罗立忠看 见罗立忠这么一说 心里 便又有了几分把握 好 真的是你约我啊 怎么 你还不乐意 没有啊 早知道 就直接让罗叔叔命令你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去哪儿喝咖啡 凯瑟林西餐厅 咖啡 我可以 去哪儿喝咖啡 去哪儿笑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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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那辆车是保密局的吗 好像是保密局医处 那个什么沈处长 对 沈副处长的车 是他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再一起喝咖啡吧 那你 不许反悔了 当然 站住 去哪儿了 我跟我朋友喝咖啡去了 你什么时候和保密局的人 交上朋友了 怎么了 不行啊 小萌 那个沈芳 是结了婚的人 他是罗立中的副手 还是保密局的特务头分 你知道吗 那又怎么样 爸爸不允许你和这种人来往 凭什么呀 我和什么样的人来往 是我的自由 小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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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萌